今天反间谍法修订草案提醒三审 草案进一步完善了关于网络间谍的规定 中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 反间谍法扩大解释间谍定义 行政院长陈建仁提醒国人要当心 民众要到中国大陆去 一定要很小心 中国这样的致意限制台湾民众的人身自由 我相信对于两岸之间的有健康的交流 是有所伤害的 曾经担任君子或担任公职 或者是在台湾有相关的一些社团活动的 这些民众 他去那边他光是手机内的一些照片 言论都可能被资罗入罪对不对 对 包括你手机里面的一个内容 你可能在进出中国海关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被中国海关相关的安全人员来进行检查 所以这部分也要特别的小心 外商外国籍的记者还有维权人士 到中国大陆可能产生的一个风险 中国反间谍法的前身是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 主要规定国安机关权责 尤其是反间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 将反间谍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2014年在国安法基础上推出反间谍法 而今年修订的内容将间谍的定义扩大到 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 针对国家机关设密单位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网络攻击 可要求邮政 电信及网络服务业者 配合打击间谍行为 新智将在7月1号成效 中国都有权去以这个反间谍法进行调查 跟关押的动作 那等于是人人都可能是间谍 形成了一个寒蝉效应 让大家都不敢去跟所谓的 你说这个外国企业 境外组织去做接触 或者是不敢有任何碰触到 中国政治的相关的一些行为 中国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一再出招 台湾人为求自保只能小心再小心 中国修订的这个反间谍法 要来扩大定罪的范围 玉慧姐 我们这边先来看 现在其实国安局提醒 就连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民众也要注意 因为你这个手机的内容 你有可能在进出中国海关的时候 就会被检查 照片 言论都有可能会被罗施入罪 这影响范围 影响所及非常大 是啊 像前一阵子台湾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复查 还有台湾民主党的副主席杨志渊 他们现在目前都在中国被遭到不明的流制 他们现在情况是如何 真的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祈求他们平安 尽管说你或许跟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一定一样 你或许没有看过他出版的书 但是你看到他们在中国所遭遇到的这些的对待 我觉得中国它的野蛮 大家应该是要同声谴责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讲什么是反间谍法 7月1号的这反间谍法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手版上面 帮大家整理的非常清楚 它所有跟中国 中国只要认为跟中国的国家安全 跟利益相关的文件 数据 资料 物品 全部都列入中国的这个所谓保护的这个范围 中国高兴什么东西是他要保护的 他就保护 所以我刚刚讲的 我刚不是引用了一个数据吗 说中国的外交 它的经费今年提高了12.2% 很抱歉 以后这些数据也不会提供了 因为它有一个万德资料库 这些的这个资料库 以后也不会提供 所以很多的国外人员 我为了要了解中国的市场 我可能要去做一些调研 我可能要去做一些了解 我才能够进去投资 那这些我讲的都是民间的 那未来你只要去中国任何一个调研的行为 你如果去找到一些这些资料 中国认为不可以 那你就会被抓起来 所以不管我们刚刚讲的 复查也好 或者是杨志渊也好 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样而触法 不知道 那其实还有一些的这个公司 像贝恩 还有美斯明治集团 还有凯胜集团 还有德勤做会计的 这些集团 还有日本的制药商叫安斯泰来 这些全部过去都被中国来刁难过 那为什么不知道 就到底是哪一些的数据 是采到了 那有一些是说可能跟这个中国内部的一些公务人员 问了一些的资料 那这些可能就触犯 这样就不行 这样就不行 所以中国你很清楚的 从这个反间谍法 你知道它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 那像这样子不文明的国家 那台湾人如果去的话 你能够不担心吗 你能够不谨慎吗 刚才静怡委员举到的是另外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大概手机不离声 你手机里面你可能上脸书 你可能上推特 你可能上IG 那你在中国的海关里面 它是会一个一个去点开 它是会一个一个去看 你过去去上谁的脸书 你去按过谁的赞 流来了什么页面 像有香港人 他就曾经 他在反送中的时期 已经几年前了 然后他去按了谁的赞 结果他在小房间里面 被留置了三个小时这么久 后来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几年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再跟他有任何的接触 因此他才能够脱困 如果说你被发现 你的手机里面的FBIG 推特 甚至于你的微信 你曾经跟一些 他们认为要列管的分子 有联系的话 那你也就完蛋 你可能马上有空 所以中国是一个 真的很不文明的国家 那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讲 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 它分成对外跟对内两个部分 对外的话 对国际上 我刚讲了 他对一些国际的 这个跨国的企业 那或者是对日本的企业 他第一个 他就是在 因为在美中贸易战 然后甚至于 美国要求包括日本 甚至于荷兰 甚至于德国 很多的这个国家 对于中国实施贸易制裁 所以我把人人扭起来 像加拿大以前的孟晚舟 我把人扭起来 好 大家以后来谈 我手上有跟你谈判的筹码 可是这是罗之入罪 我是先把人抓起来以后 我再跟你谈判 这个你完全去中国 你就没有人身安全了 所以你还能够去中国吗 这是第一个 他为了贸易制裁 为了他的国家利益 他随便抓人 先入人于罪 他为的是方便 他为了要报复你 报复你这个国家 我来跟你谈判 第二个呢 他是为了习近平维稳 他怕对内的部分 他怕这个中国内部 有什么样的问题 连中国自己的党媒 一个叫什么光明日报的 那个他全部他也可以 只是因为他跟日本人谈话过 他也被这个管束起来 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他对于很多的外资 当然跑都跑 逃都逃 那你我现在进行调研 一般的企业会进行的调研 如果我都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我干嘛还投资你这边 那所以中国现在已经是是非之地 为邦不入 为邦不拘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现在台湾还有非常多的在地协力者 以及为什么国民党还认为中国是个好地方 陈玉珍你金门的核电厂你准备放哪里 还有陈玉珍你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吗 来这个维园之边 国民党的朋友补充一下意见 因为这个行政院长都说 中国这样做真的是伤害两岸健康的交流 刚刚玉珍姐说中国是个不文明的地方 我反驳一下 也不反驳 中国人都自己说他自己文明社会 中国人是不是有法治国家 是有中国特色的法治 所以你这样讲说他们法律他们会骂 但是我必须讲 中国特色的法治 跟我们一般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 这样民主社会的法治 我们是落差是很大的 那我们回到他法治内容来看 他这个反驾连法 他讲针对设密单位或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网路攻击 这两个单位我能理解 因为的确有机敏性 但前面还有一个叫国家机关 换句话说只要是你中国官方机关的 任何的一个网路的一个攻击 都被视为是这个反驾连法里面 包含的含色的范围 那什么叫网路攻击 是瘫痪你 还是我上一个论坛去骂你说 你没有人权就叫网路攻击 我们不知道啊 那因为就不知道 所以导致说 进去到所谓中国大陆的 那个国家领土的内部的时候 我们会担心啊 因为老实讲 台湾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 我们拜托我们民进党也骂 国民党也骂 民众党也骂 我们总统都可以骂了好不好 共产党骂了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会说我们这样就叫做 这个什么 什么国家分裂 就是说攻击所谓的 这个网路设备或国家设施吗 不尽然吗 但问题是的确 因为过去两个案子 包含是八千文化那个总编辑 包含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副主席 也是一样突然之间被抓起来 老实讲他是 他不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大陆 他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的国民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 包含这个反经典法 他其实针对也不是针对台湾而已 他针对很多西方国家 也包含还是在范围里面 所以这样子一个对人权的一个限制 会导致老实讲到中国大陆内部 老实讲都会怕 每个都会怕 因为我不知道我讲什么话 不符合你们官方的这个价值 我就突然被抓起来 这是极其荒谬 而且违反所谓的民主自由 人权的一个象征 好 这会不会接下来 会引发更多的这个寒蝉效应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麻烦委员 来帮我们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